1911年的鐵路時間表 昔日的車票 還有運輸列車通過車站的畫面 想了解港鐵東鐵線的歷史 不用去到博物館 在匯展站下車就可以看到 這個歷史圖片展橫跨整個月台 記錄這條鐵路 自1910年通車以來延伸到港島的旅程 下去下一層月台 看到這個炸彈彈殼不用控方 港鐵工程團隊是在汽車站時發現它 這個其實就是原本的炸彈 一千磅的 連買齋的 因為本身這個地方是填台區 所以戰時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戰時為留下來的東西 例如炸彈掘在這裡 2018年當時一月份我們掘了一個 馬上也做了很多應急的措施 我們幫我們的所謂的UOD 拆彈組 準備了很多沙包 以及如何疏散人流 做了很多幫忙它的東西 其實就變相 令到這裡我們整個周邊的社區 沒有太大的影響 找到第一個之後 然後一月內又找了第二個 總共其實有三個 然後在2018年5月份 也找了第三個 我們就請了一些專家 從英國飛過來 他們幫我們做了很多的題目 就是確保所有的建築 沒有問題 上去大堂 好像穿越這一幅水記憶 會展站是離海港最近的車站 本地攝影藝術家梁志和受到啟發 在不同時間拍了八千幾幅海港的照片 其中千二幅放在這裡 透過色彩和光暗 好像將車站置在海浪中 還有這些紫皮石馬賽克風格 相信各位香港市民都不會陌生 會展站的用色以綠色搭灰色為主 象徵維港海水的顏色 東鐵線過海段5月15日通車 會展站會同時投入服務